Hello 大家好 我是Jacob 现在香港天气时不时都是周围潮湿多雨 有时候刚刚清洗完的衣物都难以用太阳晒干 所以会有不少人选择用干衣机来控干衣物 如果购买干衣机的时候你都可以独立购买 或者买洗衣机的时候选择有干衣洗衣功能 不论你购买前者后者 你也可以在购买之前了解更多 现在就为大家讲解不同干衣机的原理 以及一些注意事项 在开始之前大家可以like和subscribeBB的channel 就不会错过最新的电器资讯和优惠了 现时的干衣机可以按原理分为三大类 分别是排气式 冷凝式 及热泵式 先讲讲排气式的干衣机 排气式的干衣机是最传统的一种 结构亦都相对简单 原理是透过测入空气并于滚体里面加热 吸收衣物的湿气后可以将衣物的热气和密湿气 从排气管排出室外 并留下干错的空气继续干衣的过程 而这款干衣机好处就是价钱搞经济和实惠 选择亦都比较多 缺点就是需要预留家居空间 以安装排气管 因为如果不将蒸汽倒出室外 室内就会变得热和潮湿 而部分型号专设排风位作为散热 那就无需额外安装散热口管 之后就讲冷形式的干衣机 而冷形式的干衣机同样会抽入室内的空气 并于滚筒内加热 但分别就是这款干衣机会设有一个洞水流动的冷凝气 蒸汽就不需要排出机外 而是经由冷凝气凝热变成水分 然后流动到储水合中 最后你们只需要清理集水箱就可以了 而这款干衣的好处就是安装比较简单 无需装置排气口管 而且选择亦都较多 而它的缺点就是干衣的过程中稍微升高了室内的温度 而格格一般比排气色较高 但部分型号要需经排水口排出 大家购买的时候可以注意 之后是热泵式的干衣机 热泵式的干衣机可以说是冷形式的升级版 所以也叫热泵冷形式干衣机 它的热泵系统可以回收干衣过程中产生的热能 从而达到更高的控干和除湿 它的干衣效果好 电量低 也不会让周围的空间太热 缺点就是价钱会比较高 如果你有足够的预算 这款干衣机的确是一个好选择 而干衣机有分煤气干衣机和电动干衣机 市面上绝大部分也是电动干衣机 因为方便安装和使用 而干衣效能来说两者是并没有差别的 但使用煤气干衣机需要接过煤气口管 以及排气口从而将蒸气排出室外 而且使用时也要开窗保持室内空气流通 所以一般选择电动干衣机会较为灵活 你就可以因应洗衣机的容量 选择一样容量的干衣机 干衣容量大家可以参考以下这个列表 而干衣机有分为湿度感应器和温度感应器 从而判断衣物的干爽程度 以及调节干衣时间 如果两者要作比较的话 以湿度感应器会较为准确 能源效益也会较好 而干衣机里面有一个棉涌过滤网 这个过滤网是需要定期清理的 选择的时候大家可以留意过滤网的设计 是否容易拆除和清洁 最后如果想了解更多的话 也可以点击下面的连续 或者亲自门市选择 有问题我们前线人员也会一一解答 下次再见 拜拜